繁华的台北街道人来人往 未来几年 台湾是绿地还是蓝天 对两岸关系至关重要 4月12号 执政的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 也是现任副总统的赖清德 角逐明年的总统大选 赖清德表示 大多数台湾民众反对统一 也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 今年63岁的赖清德 本身是一名医生 曾任台湾行政院长 台南市长和立法委员 他最为外界了解的 是他鲜明的台独立场 受访的学者认为 赖清德为了争取更多 中间选民的支持 或许会调整他的两岸政策 赖清德其实并不是 完全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就是一个深绿基本教育派 他在做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曾经参访过大陆 他对大陆的发言 也是蛮友善的 现在他说台湾已经 事实上已经独立 没必要再去宣布独立 那这样的话 看起来就是一个立场上的微调 现在他调整的 基本上和蔡英文的立场 是一样的 台湾总统大选倒数九个月 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候选人 仍未出炉 让外界质疑党内不团结 最近国民党就表示 他们有自己的竞选节奏 最迟将在6月18号提出人选 台湾亲律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过去周末所公布的 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党的支持率 同上个月相比增加了8个百分点 达到25.9% 同民进党的28.6% 相差不远 受访学者认为 来自国民党的前总统马英九 这个月展开的大陆祭祖之行 起着关键作用 他这个和平之旅 交流之旅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台湾社会多数人 对于和平与交流的 这样的一种期望 我觉得他对国民党 确实有一定的加分的效果 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个效果能持续多久 我觉得不会持续时间很长 而国民党还是老问题 内斗比较严重 谁出现还没有特别明朗 这样的情况下 都耽误很多时间了 目前国民党的潜在总统候选人 包括党主席朱立伦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上个月 台湾TVBS公布的 六都施政百日民调显示 侯友宜得到超过六成的满意度 去年底 侯友宜在九合一选举中 以超过六成得票顺利连任 是六都市长中得票率最高的 因此不少人看好他的仕途 能更上一层楼 还是侯友宜比较可能性比较大 他应该说在全岛来看 他是唯一在人气上 在民众的支持率上 能够和赖清德抗衡的一位 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作为新北市的市长 这已经是第二任了 所以说就是在为新北市 做贡献这个事情上 他已经做了足够多的贡献 然后新北市市民 就是对他有足够多的信任 反而又可能是祝福他 就是人往高处走 台湾还有第三股政治力量 就是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所创立的民众党 不过在台湾的政治光谱下 柯文哲问鼎总统宝座的 可能性非常小 他知道自己也选不上 他就是在台北市长 第二任的时候 业绩不是特别好 他从市长的位置上 退下来以后 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政治舞台 所以说其实他在台湾的影响 其实是越来越小的 但是我觉得 照柯文哲这个性格 他很可能就坚持参选到底 帮着自己的 自己民众党立委的 这些候选人拿几个习次 对于明年的总统选战 分析认为 两岸议题或许不会 直接左右选民的投票意向 这两年特别是香港事件之后 我想就是台湾的这个新世代 还有台湾的民众 基本上已经不会把统独当成 主要的这个议题 而是以谁可以确保台湾的这种 life style 也就是自由跟民族 会作为他投票的一个选择的对象 这跟台湾去年2022年地方选举是不一样的 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出现赖清德 侯友宜和柯文哲的三角战 33.4%的受访者支持赖清德 29.7%支持侯友宜 两人之间的差距不断的缩窄 而对国民党来说 他们目前最担心的是 民众党的柯文哲 很可能会分保选票 让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力 台湾以珍珠奶茶而闻名 每年使用的塑料杯超过40亿个 带来大量的垃圾 去年底 台湾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杯 焦点设置对实地了解 泡泡茶叶者怎样调整经营模式 让消费者喝饮料 也能为环保出盈的利益